作对 古野面不改色 冷喝道 杜骏雄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 难道你觉得 自己已经凌驾在丹塔之上了吗 丹塔 两个字 如若两座大山一样 压在杜骏雄身上 同时在提醒他 现在秦义辰的身份 秦义辰现在 可是获得了丹塔名额 不管他会不会被丹塔选上 他都已经被丹塔注意到了 若是这个时候 秦义辰出了问题 丹塔自然会追究 到时候 哪怕是杜骏雄身后的千年世家 也不一定能顶得住来自丹塔的压力 去过中州的杜骏雄 自然知道丹塔的可怕 那可是凌驾在千年世家之上的 庞然大物 混蛋 杜骏雄知道 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在这里动手 他阴沉地看向秦义辰 恨恨地哼了一声 一甩衣袖 身形一动 飘然而去 转眼间 就消失在街尾 本来 他选在这一天回来 就是要在王成人最多的时候 在所有人面前 树立自己的威信 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 半路杀出一个秦义辰来 这就如在他的喉咙里面 卡了一根鱼刺一样难受 他走后 吕何泽 才是长舒一口气 看向那依旧风轻云淡的秦义辰 他神色有些复杂 秦义辰 炼丹天赋 是不错 但是 就凭他武师境界的修为 但是 怎么去对抗 已经是大武师巅峰二境的 杜骏雄 秦义辰当然清楚 并不是说 自己拥有这个身份后 杜骏雄就不敢对自己动手了 起码 若是自己在公主择序之时 死在杜骏雄手中 丹塔也不会为自己 去追究杜骏雄的责任 所以 要想赢得吕灵汉 秦义辰还是必须拥有 能够抗衡杜骏雄的实力才行 大武师 只有晋升到大武师境界 他才有获胜的可能性 随着境界的提升 他的体质强度也会提升 别看他现在还是武师巅峰 但是就体质而言 绝对已经能比大武师 巅峰一境的强者 这就是千年凌辱 带给他的好处 距离正月初一 已经只有半个月了 能不能在这半个月内突破 秦义辰心中 其实也没底 我宣布 这一届炼丹师大会的冠军是 天麟 秦义辰 古野大师的声音 响彻而起 在整个王城上空回答 马德叹息一声 并没有说话 提起那一脸世伤的青年就走 这个时候 根本没有人注意他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秦义辰身上 是秦义辰为天麟夺回了 属于自己的冠军 他不畏外来强敌 他不惧归来强龙 今日之后 秦义辰这三个字 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传遍整个天麟芒国 正月初一 公主则续 她是否能再演 今日奇迹呢 现在可没有人 再敢小觑她 毕竟 在这次大会上 她已经做到了 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甚至 很多本来都要离开王城的人 都决定暂时留下来 等待正月初一的到来 到时候 一定会有一场龙争虎斗 要小心杜俊雄啊 古野离开的时候 留下了一句话 他已经做到了极致 多谢大师 秦义辰 恭敬地朝着他的背影一躬 最后 随着古野大师 吕和泽等人的离去 这一届的炼丹师大会 也是缓缓地落下了帷幕 秦义辰的目光 在场地中扫视了一半 便对着广场内部通道走去 他并没有获得冠军的喜悦 杜俊雄 如同一座大山一样 压在他的心头 让他根本不敢有半点的放松 在走出广场之后 秦义辰便是戴上了一个 黑色的斗笠 他可不想一出来就被人围住 秦义辰 不料 再还没走出十米 一到百灵鸟一般的叫声 便是响起 听到这个声音 秦义辰身形一顿 有些无奈地 看着那飞跃而至的书欣 在他身后 书如烟也是带着一脸柔和的笑意 静静地看着他 感情他们今日 压根就没有去药铺 而是跑这里来了 哇 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厉害 书欣一脸兴奋地 捶了秦义辰一拳 那神态 就像是他拿了冠军一样 不只是他 书如烟也没有想到 书欣那一鞭子 竟然抽出一个大会冠军 而且还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只是 一想到杜骏雄出现后发生的事 书如烟撬脸上的神色 就有些不太自然 那种酸酸的心情 从未有过 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何会有这种情绪 走 这里不是说话之地 瞥见许多人看了过来 秦义辰一把拉着书如烟 那柔软的小手便是朝着飞乐商会 快步走去 突然被牵住手 书如烟小脸一红 微微挣扎了一掌 便是任由他牵着 半个小时后 三人坐在了飞乐商会大厅内 你现在成名人了 不错不错 看来当初带你来王城是正确的 本小姐的眼光果然不错 舒欣的大眼睛笑成了月牙状 大言不惭地将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 一脸的傲瑟 仿佛是在为自己当初带秦义辰来王城的抉择 而感到自豪 只是 他似乎忘记了 当初是谁竭力阻止带一个脱油瓶 一路上还各种刁难 秦义辰翻了翻白眼 也没有和他斗嘴的意思 如烟 有件事我要和你说下 他转过身 对着另外一边的舒如烟说道 不过在他看向后者后 确实发现 他俏脸飞红 配上那张绝美的脸蛋 让人有种想要咬一口的冲动 这时他才想起 刚才一时情急 拉着一只如同温玉般的小手 秦义辰干咳了几声 虽然感觉有些尴尬 不过他的老脸也没什么变化 而是继续说道 那个 这段时间我有点事情 可能没什么功夫帮你管理商会 飞乐商会要发展 我给你推荐个人 轩云成 叶良辰 想到那个胖子 秦义辰嘴角 会由自主地流露出一抹笑意 让他来和你一起管理商会 想来你会轻松很多 嗯 舒如烟轻轻地点了点头 低了头不敢与他直视 其实在这短短数天内 他便是发现 虽然自己在管理方面 有不错的能力 不过 随着商会飞速的发展 却让他有些力不从心 自保有余 发展 他并不怎么在行 所以别看飞乐商会 现在声势浩大 其实也并没有扩展开来 见到舒如烟那娇羞的模样 秦义辰也有那么一刹那的失神 旋即苦笑一声 在舒心带着有些谦虚的目光中 狼狈地逃离出大厅 回到房间后 秦义辰的面色便是凝重了下来 时间很紧迫 公主则续之时 他很清楚 杜俊雄绝对不会对他留守 是时候休息一步强势的武器了 秦义辰深吸一口气 眸子内闪过了一道寒芒 和我强女人 杜俊雄 就凭你还不够资格 他盘膝坐下 闭上眼睛 思路也是飞速地运转了起来 寻找着适合这个阶段修炼的武器 无名功法很强 而且面面俱到 但是 这始终只是最基础的根基武学 这么长时间以来 秦义辰一直都在修习无名功法 从来没有懈怠过 他对力道的掌控爆发 已经到了一个颇为可观的程度 一旦爆发出来 能凝余一点 全力一击 同阶强者 绝无一和之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集园 下集团